要首先找哪些地方吗 桌子下面 没错 就是要先找桌子下面 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看看这罐花后面有没有 居然找到了 好了 我们接着去下一关吧 小哥 这边这么多的矿石 我们应该怎么找呀 这个没有什么快的方法 只能找一下岩石中间的空隙 一般箱子都会放到那里 看 找到了吗 还真的藏在这里 好了 我们去下一关吧 小哥 这关这么小的地方 我们应该怎么找呀 我们要先看一下 床这里有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会在地坛下面藏着的 那我们就需要一个个的 去找一遍看看 那这个过程不是很费时间的 没错 就是很费时间 因为有的时候 一遍不一定能找到 终于找到了 那表哥 我们快点去下一关吧 这一关看样子 应该是在水下藏着的 看 就在这里 学到了 接着去下一关吧 这种带水住的 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没有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找 好了 我们去下一关吧 表哥 我知道 这关 要先找水住是吧 没错 好了 我们走吧 这一关就是 单纯的跳方块了 好了 本期视频 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 有什么想看的视频吧 欢迎来